关注一经风水,找到成功秘诀,大家好,欢迎来到一经风水学。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和一个人关系再好,这件事也不能做。 有人说,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在于天地,而在于人心。 曾经,我们总以为所有关系,最好的状态是亲密无间。 直到一路上许多人渐渐走散了,才明白无论什么关系,最合适的距离其实是适可而止。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一门学问,关系再亲密都有着不可逾越的最后界限,只有恰到好处的相处最舒服,懂得分寸的人最迷人。 1.爱情的底线是懂得克制 我是演说家中主持人康乃馨分享过一件事。 有次他和老公黄国伦吵架,情绪失控狠狠骂道,你一个离过婚的二手货凭哪一点配得上我呢? 黄国伦听后默默地收拾好行李,留下一句,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出口的,就走了。 接下来的几天,寇乃馨怎么都找不到他,慌乱中他才意识到自己一时的口舌之快给黄国伦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 语言虽然是无形的,但是力量却是惊人的。 一句话可以让冰冷的心重燃希望,也可以让温热的心坠入冰窖。 生活中,有很多人打着有恃无恐的旗号,把最好的一面给了外人,最坏的态度给了爱人。 长此以往,打破了人与人相处的之间的平衡,最终不欢而散。 工作中,认识一个女孩小蕊,性格随和,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甜甜的笑。 闲聊时,小蕊说自己平时脾气不错,但是面对男友总是忍不住发火,两个人吵起架来经常是一发而不可收拾。 但是,互戳对方的痛楚,三番五次下来,好不容易经营的感情几乎被消磨殆尽。 小蕊抱怨,说到底他根本不爱我,其实越亲密的关系,越要懂得克制。 若随意触碰对方的底线,再好的感情也会死于理所当然。 正如周国平在《人和永恒》中所写,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,这界限是不清楚的,然而又是确定的,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源于无意中,冲破了这个界限。 只有确定界限,彼此尊重,一段感情才能持久温暖。 二,友情的底线,是分清彼此。 古话说,使人有乍娇之欢,不若使其无久处之焰。 好的友情也需要守住底线。 在喧嚣浮华的娱乐圈,人们见多了的绑架,在利益之上的塑料友情,而有一种令人羡慕的友情叫陈坤和周迅。 陈坤和周迅年轻时因为拍戏结实,因为性格投缘,他们将戏里的友情延续在了现实生活中。 周迅曾经说过,两人的友谊能够维持二十年之久,很重要的一点就是,作为朋友会给对方一个空间,令对方可以自在地待着。 周迅的每一次感情陈坤都从不过多干涉,可是陈坤却说过一句无比暖心的话, 你睡到坑里了,你要自己面对,你需要我在的时候我在,该出场时候出场,该避开时避开,即使是最好的朋友,也不过多干涉对方的生活。 不以我是为你好为理由,对别人的人生迟迟点点。 知乎上有一个提问,哪一刻你觉得朋友再也做不成朋友了? 有一个人讲述了他的故事。 大学时期,他和一个室友的关系很好,平日里一起逛街,一起聊八卦,嘻嘻哈哈很开心。 临近毕业时,两个人有机会被邀请参加一位行业内前辈组的饭局。 聊天期间,前辈问起他对未来的规划,他刚要认真回答,室友就抢先说, 他呀,对于自己的专业,根本不感兴趣,只想当一名网红。 前辈哈哈一笑转移了话题,他心中很不快,这次机会难得,好好表现一下也许能够获得一次工作机会。 没有想到室友竟把两个人私下里的玩笑话拿出来说,令人十分尴尬。 这样的事情又发生过几次后,他便渐渐和这位朋友疏远了。 与人相处倘若没有分寸感,你以为的幽默在别人看来只是没有教养,你以为的无关痛痒,却悄悄摧毁了信任的桥梁。 所谓伟大的友谊不是事无巨细地参与对方的生活,而是既可以互相扶持又能够保持安全距离,既能做到惺惺相惜,也能学会合而不同。 三,亲情的底线是保持距离。曾在一本书里看到过一句话,给彼此留一线余地,才是人和人的安全距离。 不管是亲情,友情,还是普通人的关系,但这样普通的道理不是每个人都能懂。 之前王宝强和哥哥的关系成了网上被热议的话题。 有媒体报道,明星王宝强的亲哥哥竟然在村口摆摊卖饼。 很多网友看到消息留言,王宝强已经是一线明星了,为什么还让哥哥摆摊? 他哪怕拿出1%的钱都能够让哥哥衣食无忧,过上安稳的生活。 其实,王宝强给过哥哥很多帮助,只是哥哥说,只有自己赚的钱花得才安心。 成年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保持距离,唯有个子安好,方能岁月尽好。 奇葩说,有一期的话题是,亲戚总不拿自己当外人,你该怎么办? 陈明讲了一个他父亲的故事,他的父亲出身农村,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落脚,混得还算不错。 后来有许多亲戚找上门,邀请陈明的父亲安排工作,介绍对象,替自己办事。 刚开始他的父亲很热情,尽可能地满足亲戚们的要求。 后来他发现,找自己的亲戚越来越多,如果解决不了问题,他们就会在背后恶毒地说坏话。 有一次陈明的父亲忍无可忍,终于在酒后向亲戚们发飙了。 此后父亲发现,虽然找他办事的人少了,亲戚和他们家的关系反而更好了。 水满则溢,月盈则亏,人和人的交往亦是如此,那些长久的关系都自带分寸感。 就像寒夜里的刺猬,离得太远,冷得难以忍受,靠得太近又会满身伤痕,唯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才能舒服地相处。 四,最舒服的关系是孰不淤举。 很喜欢毕书敏的一段话,要学会和我们的父母亲密无间,倾听而不唯命是从。 和我们所爱的人纯指相依,紧密而不混淆,和我们的孩子一师一友,慈爱而不包办,和我们的朋友相知而不渝界。 人性的奇妙在于每个人都离开亲密关系的相处,可是在生活中的多重角色转换与关系中,我们又要学会掌握相处中的分寸,无论是恋人朋友还是亲人。 只要不打破相处中的舒适距离,才能够让关系变得愈加亲密。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心中有耻,口中有度,守住底线,进退自如。